神 看我的 天使十三阴剑 寂灭魔拳 撤 陈北璇 你的神器已经快报废了 还有什么手段 尽管使出来吧 是吗 你们以为 只有你们有灵气吗 姚道一那家伙 只知道崔洞他召唤雷电 实在是暴殿天物 去 这是雷鼠神器 不能硬扛 恐怖灵气 不好 破 快 雷鹰被拖住了 趁现在 黑暗原理 不要耽搁 一起上 直接解决他 极灭魔拳 不自 两立 哈 你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肉身 竟然超越了我们血族之体 你不会懂的 哈 阿大和老三有些支撑不住了 陈北璇确实很强 说不定能在这世间修成地心 可惜他招惹了我们黑暗众财部 今天就用陈北璇的血 来宣告我们的回归吧 虚弱 虚弱 受死吧 十三英 这灵气的诅咒太多了 不能硬扛 雷印 去 你是杀不死我的 血族诅咒 迟缓 衰老 木蒙 该我了 虽然他们的诅咒 只能控制我一坛纸 但也足够他们默契配合 反复纠缠了 通山的实力还不足以打败亡灵战神 我必须立刻结束战斗 哈 给我滚 这剑盒里附带着灵气的诅咒和力量 已经影响到了我的速度 哼 他速度已经开始慢下来 我们继续纠缠他 等巴尔那里结束 就是陈北璇的死气 守死 开 弥火金铜 现 看这火焰粉进苍穹的威势 要是被他烧倒 恐怕我的神魂都会消散 给我开 不 老师太厉害了 魔血圣碑 去 陈北璇 这是我血族至高神器 里面的魔血 足以蓄满一个小湖泊 你能烧尽吗 离火金铜的力量马上要带尽了 哈哈哈哈 你在给我狂啊 赢了 我们要赢了 魔血圣碑是一间炼制完全的空间法宝 至少是上品灵气 迄今 迄今为止 我至少击灭了上十吨魔血 可是依旧没看到尽头 陈北璇 到现在你还不求饶吗 等魔血沐浴你全身的时候 你将永坠黑暗 再无轮回之地 老师父 陈北璇 今日我就要用你北琼派的血 向世人宣告 我黑暗仲裁部的威严 不可招惹 哈哈哈哈 我为人族大能 岂会向一族求饶 天雷银 太好了 老师没事 陈北璇难道是要临阵突破 今生地先不成 大家一起上 不能让他突破 杀 什么 没劈开 我在一个月前 就能突破深海后期 只是为了对付地球可能存在的地先 故意压制部突破罢了 没想到区区几只半血臭臭 竟能伤到我 这是你们自找的 拦住他 老师到底怎么样了 今日我入深海巅峰 当横压世间 死狂射仙 这怎么可能 一目先天 大秦拿手 不 拉文西 陈北璇 我发誓 我一定要把你错过杨晖 为拉文西报仇 哈